學金工珠寶設計出身的蓮子儀老師 顛覆一般人對珠寶的迷思 自創品牌 所設計出的金工飾品 強調循環材質 無獨製成與長壽低碳等理念 以工藝的直覺來體現生活哲學 其實我們的品牌呢 主要是著重在於 當代價值跟文化的創新的呈現 那其實我們做的是金工飾品 就像我身上戴的這一些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有延續我們的永續的價值 所以就跟環保的廠商合作 那我們從廢棄的電子廢棄物當中 重新用無獨的方式 然後再讓它回到我們產品的循環鏈裡面 大家有看到那個東京奧運 他們的獎牌不是都是從那個 電子廢棄物當中再重新提煉出來嗎 其實是用一樣的原則 一樣的原理 但是其實台灣有非常好的技術 像台灣有很多半導體晶原廠 那其實也很多有需要這種 無獨的回收的技術 那其實台灣自己就有 不用排放任何廢棄廢水的 無獨的無氫化物的回收方式 那像這樣子的整個循環經濟鏈呢 卻沒有在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的 生活飾品上面去做呈現 所以也特別就是跟優勢奈米合作 那我們就算是產業的連結 那從無獨的循環廢料開始 然後一直到完全是手工創作的 低碳低耗的製作方式 然後一直到延續壽命等等的整個售後服務 然後去達成一個循環經濟鏈的一個理想概念 其實我會投入這個領域 然後創作品牌 是因為對於這個產業的不認同 其實是我本來就是念進攻珠寶設計的 可是因為覺得在珠寶產業裡面 它有很多不能透露的秘密 然後有很多虛偽的真相 那我覺得身為一個設計師 其實應該要有相當的 對社會負責任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在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它其實會創造新的問題 那為了秉除這一點 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一般的產業 做不一樣的事情 那大家在於大眾的這樣子的 廣告的流行之下 都會覺得哇很亮的東西 很吸引人的鑽石啊 珠寶等等的 這樣子比較奢華的概念 才會是珠寶設計圈裡面擁有的價值 但是其實不然 就是在珠寶的層面上 我們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生活的產品 那在生活上面的連結 我們會希望選擇什麼樣的東西來佩戴 那它就必須要去賦予我們當代的價值 當代所認同的一些共鳴 像是對於自我的想法啊 對於像我們女性的價值啦 或者是我們自己文化 對自己的文化肯定啊 甚至到現在的對土地的一些 關懷然後永續的概念 或是其他的跟其他的產業的結盟等等的 以手工完成的各項精工飾品 然後還有這個飛轉 像耳朵上面是形狀 用不同的書法的筆法的含義 跟它的運用的線條 在空間當中好像在身上舞墨的感覺 所以它的結合會比較當代的呈現 然後加上純銀它其實會自然養化 所以可以把這個濃淡乾絲表現的特別的出色 像胡子小姐的轉折 我們在轉折這個系列上面有跟花藝設計師合作 然後有做了比較當代的花藝雕塑 然後像技的系列有跟插畫家還有刺繡合作 那像我們很喜歡找不同領域的創作者 然後用同一個概念跟想法 可是去說不同的故事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台灣創作者當中比較有趣的事情 好像山啊 然後會像是河流的那個池塘的博物紋啊等等的 無面圖 紫鑰宇白眼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帶來一個的校服 會是像很簡約 然後它帶兩個的效果 就會是一個眼睛的感覺 其實我們一直想要傳遞一個觀念 就是無獨的製程 然後讓所有的金屬材料去展現它最漂亮的樣子 就像木料啊或是玉啊玉石類 它其實都會有一種自己獨特的顏色光澤 那會隨著使用上面它會越來越漂亮 皮革也是 就是一旦是自然的材質 它其實都會有氧化跟著時間一起熟成 可是它會有不一樣的層次 像剛剛講到的就是我們有永續的概念在裡面 那除了說原料循環材質之外 還有無獨的製程低碳低耗 還有如何延長壽命 讓東西可以達到一個 跟生活達成一個平衡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可以透過手作 然後讓我們的消費者一起去體驗我們公益的價值的流程 那因為你很難再逛街 然後五分鐘十分鐘就發現這些很細微的公益價值 那我們透過手作課程 然後一步一步的很細節的教授大家所有的技法 然後讓大家把做出來的作品會非常的珍惜它 也不會隨便的去替換 或者是隨便的去淘汰它 那我覺得這樣的價值的傳遞的話 就是我們開設這樣課程的一些真正的目的 像手工處理的方式可以製作純銀的 或者是紅銅黃銅甚至K金黃金都可以製作 那我們課程主要還是以銀跟銅的材料為主 蓮子儀老師自創品牌在台灣有四家直營據點 近年也在日本 歐洲等設計大展中展露頭角 2015年曾參加松菸的品牌扶植計畫 她肯定松菸對於在地品牌一路的扶植與協助 其實松菸一直以來都蠻扶植台灣在地品牌的 那我是參加2015年的品牌的扶植計畫 然後一路松菸的輔導單位一直把品牌的概念 然後讓我們去慢慢慢慢地扶植成長 那所以松菸這個場域呢 大家如果沒有來過的話可能不知道 這邊有非常大的生態園區 那也有很棒的日式古蹟 那走進來之後你就會覺得整個人沉澱下來 有不一樣的感受 你可以感受到文化性 可以感受到精神層面的東西 所以它有別於一般的商場 它是比較適合像是有故事 然後有希望做不同的價值的品牌 以絕學的商品特色呢 其實也是非常扣合 自然跟生態這樣子的出發點 去設計他們相關的飾品的作品 那這也非常符合整個園區的氛圍樣貌 這樣 以工藝的直覺體現生活哲學 各具特色的精工飾品 顛覆大眾對於珠寶的迷思 在松菸的場域裡 各品牌正展現著自己獨一無二的創作精神 等待民眾一起來發現與體驗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